欢迎收看1600股民开讲 我是婷娟 这股民的疑难杂症 由老师来开讲了 看到美国股市10月份开门红 气势如红 连续两天都开出了红盘 也带动了台北股市 连续两天是强谈有500点 那间指数又跳空 网上收复了时日线 台股短线关卡怎么样 关关难过关关过呢 那上一波急跌 没有砍的个股 这波反弹上来 该不该见好就收 还是再让子弹飞一下 我们怎么抓住 双十行情的关键反弹段呢 今天为您来请到 道理事分析师张家豪了 阿豪老师好 婷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看到 在今年最早开始唱衰 半导体面板 记忆体的外资大摩 现在开始转念 喊叠声进场要快乐 为什么他们突然开始大翻多呢 外资是看到了什么 那能不能跟着去抢这些 叠声电子股的反弹早鸟票呢 这关键就是怎么样来判断 个股的底部讯号已经确立 条件满足 太弱流强 也是要用对方法的 个股的续弹关键到底怎么看 今天问来请教分析师 曾英杰了 杰帅老师好 婷娟好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要先请教阿豪老师咯 因为两天急涨500点 大家昨天一谈就已经很兴奋了 想说怎么会今天 又再度喷出了300点 那现在大家想问的是 因为今天很多个股 开高就盘中有点震荡杀低 到底短线急涨 现在还有没有办法续工呢 有些个股开高走低怎么办 对 其实我们的观众朋友 投资人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赚了指数 但是赔掉了加差 因为指数拉得太快了 但是实际上去操作股票的时候 好像反而没有 讨到什么样的一个便宜 所以我今天 还是把这一个反弹的三部曲 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 准备来抢这个反弹 但是反弹到底怎么样去抢 我觉得你必须要去了解 到底它现在在哪一个结构 那你去抢的时候 会让自己比较有机会 那这个反弹三部曲的话 这个在Lite上面 昨天已经很多人 都已经把它download下来 甚至到这个便利商店 把它印出来 放在自己的超饭室上面了 因为这个东西 真的你遇到了所有的问题 你只要去做一个检视 几乎都可以在里面去找到答案 那我们就以昨天晚上最 大家最兴奋的 就是在美股的部分 美股是不是 昨天出现了这个 难得已经的一个强谈 这一谈谈得还蛮猛的 对啊 那大家就会想的 今天晚上会不会再谈 今天晚上会不会再涨 这个问题 其实在股价循环图里面的 反弹三部曲 就正确的 明确的给各位答案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 是纳斯达克指数 在日K的部分 日K的部分 我们看反弹三部曲 一定先定义 它是不是在走反弹 MACD是在零走以下 所以它只是在走反弹 那反弹一部曲 是站上五日均线 反弹二部曲是突破下降阶线 所以它现在已经来到了 这个反弹二部曲的阶段了 那反弹二部曲 接下来第三部曲就是 MACD有复犯症 可是如果说它力量不够 或是它遇到上面的压力 比较大的时候 那是不是就往下 就是这个下降阶线的一个防守 那再来在周线的部分 我习惯性的话 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会去看日线 可是看它整个大架构的话 我会去看周线 其实在个股的部分也是一样 在周线的部分 目前也是MACD在零走以下 那各位看一下 它有没有站上这个五周均线 其实还差那么一点点 昨天即便涨了那么多 但是它还差那么一点点 那我想考考各位 它的KD有没有出现低档背离 它没有破掉 没有 是 所以它还没有出现这个低档背离 对 它现在就是差这个 KD如果说出现低档背离的话 它一站上那个五周均线的时候 各位头也不回的 就一路往上奔了 所以现在市场上 大家最大的疑虑就是 它到底要直接给它过去呢 还是说它要再洗一次 洗得比较干净一点 所以今天晚上观察的重点 是不是有两个 第一个 它能不能够直接去站上这个5MA 还有如果它站不上5MA的时候 压下来是不是这个下降阶线 是不是就会打掉 各位的一个疑难杂症了 是 那我要进一步的 请阿豪老师我们从美国股市要拉回来 台股做观察了 因为其实今天就像你讲的 很多的全职大牛股都动起来了 当然今天贡献大盘点数最多的 还是看台积电这两个股 因为台积电连续性的反攻 那我们今天有帮大家 掌握几个关键的价位 你来帮大家看一下台积电的这波 能不能继续决定 大盘反弹的力度跟强度呢 对 其实我们昨天有提到三个价位 457 433以及401 那今天最高点已经来到了451了 451的话 其实距离这个457 只差那么6块钱而已 那坦白讲 它如果真的要过的话 一下子就过去了 但是不用挤 不用挤 我们再去看一下 它有没有占上这个5MA 其实也差那么一点点 只有只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周K 如果说各位在礼拜五的下午1点半 你看到我们的台积电 它已经正式的去占上这个5MA 甚至说占上这个457的时候 那它就正式启动这个周线等级的反弹坡了 真的就要好好的去把握了 那除了台积电之外 不能其他股也拉差 有没有其他的这个 鉴子全值指标股 其实在这个地方 也有机会持续带动大盘往上呢 对 其实我们会发现 当大盘在拉指数的时候 一些比较重型的股票 它一定要站出来 它就不能像之前在那边睡了 那比如说像大家很熟悉的 每次只要大盘有动 它一定都会参与到 2308的这个台打电 那其实不管是权重股也好 不管是小型股也好 我们多用这个反弹三部曲 去做一个检视就知道 它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现象 其实这一档股票今天有一点点 让人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毕竟它是这么大的一支股票 可是对今天跳空开高之后 几乎攻到了那个最高点 那它到底是怎么样这么强 因为有些小型股跳空开高 然后就开高走低收黑K了 是… 你仔细去看 其实这就是一个美感 最确实是一个关键所在 台打电它目前MACD 还是在零走一下 所以在日线的部分 它其实是在走反弹 可是反弹的话 它有没有站上五日均线 有 所以它的下一关 是不是要挑战这个下降切线 对… 那至于说为什么它的日线 可以这么样的一个强势 这么样叹叹叹叹 四根就有红彤彤的一直上去 你看到走K的部分 其实就给各位的一个答案 在走K的部分 其实它是不是 已经来到了零走以上 所以它走K早就 已经不是反弹的架构了 已经变成是多方控盘的架构了 所以我们在选择股票 要去操作的时候 如果说你能够去选择 它走K其实已经是多方架构了 那前阵子大盘不好的时候 被打下来 那它是不是 只要大盘再回神过来的话 它是不是很容易就跟着上 那个节奏 一定要很快的就冲出去了 老师 今天给大家观念非常好 因为有时候 可能是投资人的一个操作 都试试看短线 杀进杀出 其实我们换成另外一个角度 就可以看大方向趋势 到底在哪里 但是因为今天盘装 为什么大家持股信息有点不足 很多个股都会冲高之后 盘装都遇到了震荡往下 这时候大家就觉得怎么办 反弹上来我到底要不要砍呢 今天这样走低怎么办 对 其实不管是股票怎么走 其实大家最希望的一件事情 就是真的赚得到钱 那个才是真正的重点 就好比说我们昨天 有举了一档例子 叫做6719的例子 昨天涨平买不到 但是今天买到的很怕卖不掉 因为今天就开口走力下来了 你看这日线多可怕 那各位 其实这种股票 你如果说再多看一点东西 MACD它是不是在这地方 还是在零走一下 它在周K等级的时候 它其实还是一个反弹的架构 所以反弹的架构 你进场不是说不行 只是说你那个节奏感 什么时候进场 什么时候出场 你就要抓得比较精准一点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量价关系 就可以帮上很大的忙 对 来 成交量往前看 成交量往前看 你有没有发现 最大量目前是在9月16号 9月16号之前 还有一个更大量的8月16号 但是它还在那么远的地方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比较近的 9月16号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这一根K棒 它的就变成是一个关键 如果说这一根K棒的低点 被跌破的时候 有赚到的海鲜 先放到口袋 不然的话 比较实际嘛 对 你宁愿等到它说 这个地方已经突破了 重新在转强的时候 在进场 我觉得这样子在赚钱的时候 才不会说 一下子追高 一下子杀低 搞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不知道今天晚上 美股到底会不会涨 所以老师今天要教大家 非常关键就是进出的节奏 我们到底该怎么抓 我们最近帮大家追踪 蛮多股票的 如果今天遇到了震盪 我们怎么去抓 这个所谓的节奏呢 对 没有错 其实这两档股票 我们从礼拜一 就一直追踪到现在了 为了就是让各位 你真的能够去实战 实战的地方 来 往前看 它的最大量 是不是在9月15号 9月15号 如果说这一根K棒的低点 被跌破的时候 有赚到的就该走了 我先说一段 那东哥优艇 也是一样的道理 再往前看 来 这条线 这条线 在8月22号的那一根K棒 各位 你如果看不清楚的话 你自己在用你的看板软体 今天收盘有没有跌破 如果跌破的话 是不是在短线上 可能遇到了这个压力 它可能还要再蓄积一段时间 才能够去冲过去了 谢老师 你要教教大家 因为现在怎么去抓短线的 一个关键压力非常的重要 才不会一看到震荡 又开始害怕 投资人怎么找 这个关键压力区呢 对 其实在我们昨天 节目播出之后 很多观众朋友 很关心一档股票 因为他手中也有在做 这一档股票 那就是3443的这个创意 其实创意它在过去 你看它同样跟台积电 是有联动的 台积电今年从6883 到了4116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几乎已经快要回到了 那个年初的那个起跌点了 它相对强 对 相对的一个强势 那我们从技术层边的角度 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很明显的发现 其实它在5月的时候 它已经变成是多方式的股票了 多方式的股票 在这个地方它有做了 准备做第三次的突破 这个地方有一次突破 压回来 再做二次突破 再压回来 现在它要做的 就是第三次的突破 如果这个第三次的突破 它能够成功的话 那它就直接突破前波的高点 再创历史新高 可是今天最高点 来到了又是600块 又是600块 结果就压回来了 那很多人就会很紧张的 是 但是这一档股票到底还可不可以 那两点又看到它的九月的营收 又创了历史的新高 那明天是不是就有 又有机会看了 其实我们在网路上的一个教学 有跟各位讲 它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支撑 那个压力的价位 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们一点的 这个网路教学的节目 已经公布在上面了 好 老师到底在哪里 大家要怎么找相关的资讯呢 对 这个就是在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的 手机扫描QR Code 扫描QR Code之后 你加到LINE里面 你直接按手机右上角的这个记事本 我们所有的一个 网路教学的资料库都放在上面 那昨天有人在问说 老师那我再按一个178会怎么样 重要的讯息 包括说每天的节目 系统它还会一对一的 发送到你的手机里面 所以如果说你有在操作这个创意 那想知道说 它那个关键的那个屋顶 什么时候可以去做一个突破 那个屋顶的价位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今天1点的节目 已经都跟各位做了说明了 好 其实在这个礼拜一 其实大盘还一度在破低 最悲观的时候 而且阿豪老师都有提醒大家 打狗腰看主人的行情 双十行情大家不要错过 连续两天大盘就急谈了500点 可是遇到了这急谈上来 投资人更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同时 手中刻骨反弹 现在该怎么来观察 所谓的支撑跟压力 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想想握第一手的消息 欢迎可以加入到阿豪老师的 Line群组 不管是扫描QR Code 或是加入到这个Line 在右上角记事本 都有网络教学的影片资料库 那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 掌握新的讯息 一对一发送到手机 记得就是要按178 这个数字给大家了 好 那我们等一下会继续 帮大家来做一个留意的事 因为今年 外资圈最悲观的大摩 不断地唱衰很多的台湾电子业 结果现在大翻盘了 他竟然喊说赶快进场 大摩王到底看到了什么 这个反弹段 能跟着大摩来抄底 买早鸟票吗 等一下回来请教杰帅老师 欢迎回到1600股民开奖 连续两天大盘的强谈 也是搭配到的是股汇期 今天台币又抢身了1.8角 收在31.568元 兑换1美元的价位 解释老师帮大家看一下 因为台北股市连续性的强谈 一直都在我们这个礼拜的 股民开奖节目当中 有帮大家先做一个提前掌握 因为你已经告诉大家 从指标当中 你已经看到反弹段要来了 今天刚好大摩又在讲说 看好台股 让大家赶快进场 过去今年不是才一路唱催 什么半导体 NB 手机链 怎么突然大翻多了呢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这边我要开一个玩笑 我合理的怀疑这个大摩 其实有在看股民开奖节目 而且我认为他有在锁定我的节目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昨天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底部已经确立了 那我有把我的理由跟原因 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说刚KD来到20以下 如果说台北股市要往上涨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一定要站上五日均线 那这个条件刚好在昨天成立 那当然昨天在这个网路上 其实我也看到有很多双蛙 就认为说这个台北股市 顶多就是一日行情 那可能看到今天这个大涨之后 这些双蛙们应该是假嘴变阿嘴 讲不出话来的 那当然大摩他看好台股的 这个五个理由 基本上他的目标是16500 这个我们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但是我为什么会看多这个台股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有写一些注解 KD指标 K值跟D值还有RSV 它已经从20来到了 这个80到20之间 那大盘已经站上了五日均线 我这边写得非常的清楚 没有模拟两可 底部成型迅速确立 这个底部成型迅速确立 等一下我会再讲得更详细 所以这个趋势会持续的震荡偏多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两天已经涨了这个500点 对不对 涨了500点你说多还是少 我认为这才是刚开始 为什么 我要解释一下 这一波行情从这个13928 涨到15475 足足涨了1000多点 大概是1500多点 1600点左右 然后再从15475 跌到这个13273 跌掉了1700多点 各位一定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今年的行情 其实整个波动的区间 跟幅度都非常的大 500点根本就是小额科 你看 这个16811 到这里的13928 这个将近3000点 对不对 那我们重点是要去怎么样 掌握到这个趋势的脉动 其实我有教过大家 可以从这个MACD再搭配KD指标来看 你就会很容易抓到这个趋势 当MACD出现死亡交叉 KD在80以上的时候 请注意 这个就要避开这个股市下跌的风险 所以如果你用这一招的话 基本上这3000点 你是不会受伤的 做股票不会受伤 那来到这地方可不可以抄底 可以 因为这里KD小于20 然后这里出现黄金交叉 可以抢这1500点的反弹行情 来到这里之后 为什么又要保守了 因为这里出现死亡交叉 然后KD又大于80 现阶段我告诉大家 要勇敢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一次跟这个13928非常的像 所以说今天说 它就继续在大涨 连续两天涨了500点 我认为只是刚开始 那后市呢 我觉得还有机会往上再攻 那当然我讲到这个地方 底部成型讯号确理 我们来看下一张 各位来看一下 是不是底部成型讯号 来 第一个 刚刚看到的大盘 它KD是不是来到20以下 而且是不是站上五日均线 没错吧 那之前在头部的时候15475 它是不是KD大于80 而且出现了一个跌破五日均线的关键K棒 那这是大盘的一个判定底部跟头部的一个方式 我说过了 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们觉得这个方法其实还蛮好用的话 可以把它拍照下来 我认为这个对你的操作会有帮助 最起码我们要知道说大盘现在是在走多还是在走空 那当然今天个股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发现到一件事情 有很多股票虽然今天大盘涨得好像还蛮不错的 但是有很多股票好像都开高走低对不对 盘中震荡期波动也很大 大家都想说大盘的反弹有没有办法延续 我不知道要不要靠感觉 然后说教大家不要靠感觉 我们要怎么判断 我认为操作这个股票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 我觉得最科学的方法跟依据就是所谓的技术分析 当然我们在这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五档股票 今天其实有很多股票也都开高走低 所以在盘中有很多我的Lighton的好朋友都来问说 老师今天开高走低是不是要赶快出掉了 我认为应该这样说 其实开高走低我只能这样解释 连续两天大盘已经涨了500点 其实在9月份的时候 讲真的有很多投资票输到会害怕 输到会害怕 所以说这两天他只要有涨上 有赚那么一点点 他就赶快给他卖掉 所以我认为说这两天 有开高走低的股票 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短线上的 一个获利的可以卖压 你说后市会不会再涨 我认为如果说大盘的趋势在走多的话 这些人他们一定会后悔 他们今天卖掉股票 卖太早了 对 因为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开高走低 是让你来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再讲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要讲一个重点 比如说像这个金豪科 今天就有人问到金豪科 金豪科他今天基本上就是开高走低 盘中就有人很紧张说 老师怎么我一买就套 其实基本上我应该这样说 这个地方金豪科 他只要没有破60块 我们用最坏的打算 这里写一个60 这是最低 只要没有破60块 甚至于如果说你比较保守一点的话 如果没有破这个五日均线 只要他拉回 我认为都是可以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我这个方法判定底部跟头部的方法 其实是蛮不错的 是蛮稳健的 如果说各位要考虑到这个 退场的一个机制的话 我只能这样说 我们以五日均线为一个防守点 如果五日均线没有破 请各位放心的报老 如果说五日均线破了 我们就给他出场 这样的话基本上损失绝对不会太严重 就是损失有限 但是获利是无限的 基本上其实很多投资朋友 他们为什么 有些他们赔了四成五成都砍不下手 因为赔太多了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其实在进场之前 都一定要做一些退场的一些机制 要有一个最坏的打算 我讲过了 五日均线是所有股票 还有大盘的一个生命线 像我之前一直强调 大盘如果说要反攻的话 基本上一定要站上这个五日均线 如果连五日均线都站不上去的话 它基本上它是不会有一波 行情往上攻的机会 那同样的股票也是一样 所以说现阶段我们的五档股票 像金豪哥今天是开高走低 但是我反而觉得 它拉回是一个便宜的买点的话 就是可以再做加码的动作 好 那同样我们开下一档 这也是我们追踪的 这一档股票立即 其实这一档股票 今天有一点休息的味道 但是休息 各位可以发现到 我们就算今天所有的 我所讲的这五档股票 它就算是开高走低的情况之下 其实都没有跌得太离谱 没错 了不起就一% 对 但是你昨天有些涨个三%六% 那些它基本上跌回来 等于我们把两天的这个K棒 把它变成一根K棒的话 基本上它等于小涨 如果说把两天的K棒 譬如说昨天我们涨个三五% 今天跌个一% 其实两天加起来 它还是涨四% 因此这些拉回 基本上只要不破五日均线 都还是可以安心的续报 好 那我们再来讲 这个下一档股票 好 下个是星星 很多人放在里面也 很多人放在里面 对不对 这档股票其实基本上 我认为它是基本上 来到了KD20以下之后 它在近期之内 它其实表现是 算是蛮强的 那基本因为它已经站上了 这个五日均线 那会套的原因 其实大多数都是 买在高档地区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的这个操作逻辑 如何去判定高档地区 其实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当你看到KD来到80以上 如果说它又跌破了 这个五日均线的话 这个时候一定要做 卖出的动作 千万不要恋战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欣欣我觉得还好 还是在五日均线之上 可以续报 接着我们再讲 还有两档股票 我们时间要快一点 健翰也是 健翰是今天相对表现比较强 所以没有问题 只要我们买进之后 股票再上涨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在下跌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说 到底这个五日均线有没有失手 就我们讲的防守点 还有生命线 对 最后一档股票是 智源 今天相对比较弱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 我有看过 这档股票基本上 它还是在五日均线之上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不会在现这一段 这个时间把智源卖掉 因为我觉得 目前大盘表现才刚开始 所以这些股票 基本上都是在底部 这附近 我觉得已经成型了 当然我们还是要做一个防守点 这个防守点 大概就是近期的低点 123块附近 做一个防守点 防守点不破的话 就可以续报 好 今天老师其实告诉我们 很多一个很棒的操作逻辑 就是说我怎么设好一个防守点 我把我最坏的情况 也给打算进去 那我只要这个地方没有破 我回档勇敢做加码 其实后续还是可以期待 波段行情的 所以盘面当中 有一些变盘的讯号 其实大家真的要掌握 其实这些讯号基本上 我在股民开奖 第一次上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提供给大家 但因为这个我们东森财经的 观众人数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每一次都一定会提到 如果说观众朋友 你们想要研究技术分析的话 可以把这张这些 这个自低档变盘的攻击讯号 把它拍照下来 然后带回去研究 当你有看到有一些股票 基本上发生这些图表 里面的情况的时候 都是可以考虑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好 讲完了这个无党股票的时候 其实这个最近 我真的是觉得机会真的来了 大盘已经落底了 那现阶段到底还有没有其他 底部刚刚成型讯号股票 今天我特别帮各位 精心挑选了一档 一定各位一定要来索取的 底部浮现的股票 这一档股票之前表现得比大盘还要弱 而且是非常弱的一档股票 但是它现在已经站上了 所谓的五日均线 一个条件 五日均线站上了 而且KD在20以下已经非常久 压抑很久了 这一档股票我今天在我的直播节目里面 有很清楚的教学 这一档股票到底应该要怎么操作 如果投资朋友想要知道是哪一档股票的话 欢迎加LINE直接回复888 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透过我的LINE ID 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那目前我们的政府的政策是要稳盘 所以它限空力嘛 那现在持续震荡偏多 那全职回稳 我觉得续谈的一个关键 就是在五日均线 那当然太若留想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就来找我 用对方法 怎么找我 加LINE就可以了 好 其实这段时间杰帅老师也告诉大家 大家不要盲目去抄底 想要抄在最低点 我们不要来抄在最低 但是我们要赚到的是一个波段的大行情 避开风险 赚到多头的波段行情 才是现在 投资朋友必须要做注意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掌握 现在有哪些盘面当中的股票 已经出现了第一步出现的一个讯号了 只要加入到我们杰帅老师的LINE群组 不管是扫描QR Code 或是加入到居住里面 只要回复888 老师的第一步浮现股票 就一档就是要提供